在这个视频里,我要讲讲A比B少几分之几或者多几分之几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还得从吃汉堡大赛讲起 话说大明小明参加吃汉堡大赛 最后小明吃的汉堡是大明的八分之七 画出新段图了,大明就是单位一,而小明则是八分之七 小明跟大明比分率少了一减八分之七,得八分之一 那我就可以说小明比大明少八分之一 看来只要知道谁是谁的几分之几 就可以求出谁比谁少几分之几 反过来如果知道谁比谁少几分之几 你也一样可以求出谁是谁的几分之几 比如小明比大明少七分之二 那大明还是单位一 而小明的分率则比单位一少七分之二 等于一减七分之二,得七分之五 也就是说小明是大明的七分之五 用算式来写,就是小明等于大明乘以七分之五 上面这两个例子都是以大明为单位一的 而大明两字都跟在笔字的后头 所以只要是笔字后面的那个量 就一定是单位一 以后你再遇到A比B少几分之几这样的话 只要找到笔字就找到单位一了 你拿一减去几分之几 算出的正好就是A的分率 但如果条件不是A比B少几分之几 而是A比B多几分之几 那又该咋办呢 这也简单 只要把减几分之几变成加几分之几就OK了 比方说现在小明不是比大明少七分之二 而是比大明多七分之二 那小明的分率就应该是一加七分之二得七分之九 也就是说小明是大明的七分之九 用算式来写就是小明等于大明乘以七分之九 在这里得字就是成号 谁得几分之几 就是谁成几分之几 如果我还告诉你大明吃了七个汉堡 问你小明吃了几个 那你只要拿七乘以七分之九即可 算一下得九 如果反过来告诉你小明吃了十八个 要你求大明吃了几个 那你把十八除以七分之九就成 算一下得十四 总之只要搞清楚谁是谁的七分之几 把试变为等号 把得变为成号 就可以在两个量之间相互求解了 好了 关于A比B少几分之几 或者多几分之几 这样的问题就讲到这 我再帮你回顾一下整个的解题思路 首先根据笔字 确定单位1是谁 然后利用1减几分之几 或者加几分之几 就可以算出A是B的 1加几分之几 或者1减几分之几了 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 接着再把试字变为等号 得字变为成号 就可以写出AB间的关系了 这样就可以在AB之间相互求解了 怎么样 明白了吗 明白就自个动手试试吧 you 好不错 那么 eruption wären 好不错 都不是操作